- 今天要來講日本買房子 - 今天要來講日本買房子 - 今天要來講日本買房子 - 它已經先買你是兩年前 - 我是對兩年前兩三年前 - 最近 - 最近 - 但是呢它還沒 - 它還沒好 - 明年四月而且你知道它很貼心喔 - 它會給你一個賽度 - 只有買的人才判到 - 你會看它是一公分的狀況 - 你猜我一瓶多少錢 - 一瓶多少錢 - 其實跟我們家差不多 - 因為我們都是看平方公尺 - 就不知道自己這麼小坪數 - 有點震驚的 - 先是換算成平台 - 再換算成一瓶就說好貴 - 日本的房子都是寫平方米 - 所以可能大家來買的時候 - 一開始會搞不太清楚說它大概多大 - 而且他們沒有算那個 - 就是走廊什麼什麼 - 他們就只有算自己內部的房子裡面的區域 - 専用面積基指的是住戶共同擁有的公寓大廈中 - 專屬於某一個住戶的區域 - 其中並不包括陽台和大門之外的門廊走廊 - 日本租房買房一般標示的都是這個專有面積 - 因為其實有四種選擇 - 因為其實有四種選擇 - 就是新的或是中古的 - 或者是你要獨棟的 - 還是你要大廈 - 每一天早上到垃圾店 - 非常辛苦 - 因為台灣是晚上就下午那個時間 - 拿出去而已嘛 - 拿出去而已嘛對不對 - 但是日本是早上八頂請 - 要拿到指定的地方 - 可然一個禮拜只收兩次 - 欸小...我每一天 - 因為我現在住大廈 - 我每天大概倒三次垃圾吧 - 因為大廈你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的垃圾的地方 - 它有一個收垃圾的房間 - 會有人特別把它打掃 - 所以那邊也不會很髒 - 但是獨棟就是要每天做這件事情 - 非常的累 - 以及我租獨棟的時候 - 曾經我是租江外嘛 - 江外非常會有嚴重的流浪貓的問題 - 我那時候是附近有人餵貓才會這樣 - 但事實上其實我聽過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 - 因為他們日本野狗很少嘛 - 但日本野貓很多 - 只要是在住宅區跟特別獨棟多張 - 其實野貓都是這樣穿著穿去的 - 對 - 他們如果有些比較生病或什麼 - 他們有些可能會亂大便這樣 - 後來我考慮了很多之後就覺得 - 不行 - 一定不能住獨棟 - 而且因為他們獨棟的都沒有什麼 - 他們就非常的open - 你隨便跨過去就可以進到那個家裡面了 - 對我租獨棟的時候也是 - 你一打開那個房子 - 就在有個門 - 就是走過寫 - 然後你就是直接打開兩層門 - 就直接衝進來 - 對所以我那時候根本就不敢 - 因為我老公也是從在住獨棟長大 -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其實炒過很大一段時間的假 - 就是到底要買什麼 - 有些人是很衝進獨棟 - 對但我真的不行 - 我真的好害怕有人衝進來殺我 - 因為現在大廈都是電子鎖 - 然後你進那個電梯也需要鎖 - 對 - 也需要鑰匙 - 所以就是 - 現在Uber那個 - 而且它還只規定你只能上這一層 - 然後如果Uber它沒有辦法搭上內部 - 而且它是進不來的 - 對就是一直要按電梯 - 而且重點是因為大廈有攝像頭 - 對 - 大廈攝像頭就是不滿 - 不滿每個地方 - 就是每個角落 - 就算你真的被上年抓得到犯人 - 以更雅值沒有其他住戶的獨棟住宅 - 又稱一戶建戶 - 相對於獨棟房 - 移動之中有許多住戶的 - 則是アパート、マンション - マゾネット則是樓中樓 - 然後還有中古 - 其實中古啊 - 竟然裡面裝得很漂亮 - 而且其實我一開始是看中古的嘛 - 因為我想要 - 我們是為了要養狗 - 所以想要買房子 - 所以就想要有可以看得到的房子 - 但是新房就跟他剛剛講的 - 都是預售 - 所以我看不到那個幾間 - 所以我會比較擔心說 - 是不是真的適合 - 我們就去看了大概十幾二十個 - 中古五間 - 得到的結論就是 - 找不到喜歡的 - 第一次說他們其實都還蠻貴的 - 因為我們是看十年以內的 - 跟新的房子其實是差不了多少 - 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- 而且還要付仲介費 - 因為你如果是新的 - 你就直接跟建商嘛 - 建商嘛 - 對 但是如果是中古的 - 就要被收一成到15%的仲介費 - 但很快 - 除非你是跟的是個人買 - 對 - 然後你去看的時候 - 你就會覺得說 - 這個價格跟不值的東西 - 就是合不太起來 - 除非它那個地段真的是很好 - 對 但是我們去看過那個真的很破爛 - 就是外面很破爛 - 外面很破爛 - 然後裡面它會就是翻修 - 可是管線都是一樣的啊 - 所以就很害怕會遇到什麼 - 還有耐症 - 對 漏水什麼耐症問題 - 因為地震你知道日本比台灣還 - 台灣是兩個板塊 - 日本是四個板塊 - 所以在一個這麼地震平的地區 - 一定要考慮帶耐症啊 - 然後現在的技術是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好 - 就是絕對不會倒的對 - 可是很久以前那些房子 - 你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信任它 - 同樣地段呢 - 其實你清蓋跟中國沒有差太多 - 對 沒有差到大家想像的那麼多 - 對 沒錯 - 差不多一千萬吧其實 - 就中國有個地方是你不用交 - 那個消費稅 - 我有一個同事他是想要買大的 - 所以他是買在那種東極線上 - 然後他是買那種100平方公司 - 然後他把一個房間裝成可以自己練高服 - 或什麼的 - 確實是現在新房子已經很少 - 那麼大一塊地可以放你 - 而且就算他很快大一塊 - 他就蓋超級多 - 裡面全部都是小間的 - 對 對 - 所以以前的房子確實可能比較寬敞 - 中國物件中古住宅二手房 - 獨棟是中古古建て - 大廈是中古マンション - 新建好的房子是新竹 - 獨棟是新竹古建て - 大廈是新竹マンション - 而比較新的二手房 - 稱為竹古朝 - 就剛剛他提到100平方米 - 算是日本人對於大房子的一個認知 - 哇100平方米真的是看不到 - 對可是100平方米在台灣好像也還好 - 因為沒有才30平方米 - 對阿 - 在台灣正常 - 在日本 - 哇 - 哇你超級有錢的 - 在都心找的 - 好演的 - 因為光是我們自己住50平方米 - 就是20平的房子 - 就覺得哇 - 其實很寬敞 - 還滿好住的 - 因為從一開始出來打拼的時候 - 住的是10幾的那種studio阿 - 所以現在就覺得哇 - 好發達了 - 而且他們會有 - 榻榻米的碟就是幾碟 - 他們會用碟來算 - 就覺得好像還滿大的 - 對 - 可是就是六七碟 - 你現在想說一個榻榻米的才多大 - 就覺得哇好像自己 - 連住六七碟 - 還是沒有人開心的阿 - 所以現在就覺得 - 所以現在很很知己 - 就日本的核式是以榻榻米一張來計算 - 面積因此會以碟為單位 - 但之後洋房普及就轉化成了鐵 - 以及酒等於1.02平米 - 酒酒大概只有5平 - 我們兩個日常會這麼貴 - 是因為我們兩個的區都很貴 - 對 - 是大家想做的地端 - 所以就會比較貴 - 然後台灣人可能會想說 - 是通勤的便利嗎 - 其實不是 - 因為東京它是一個很 - 它是一個很這樣子的東西 - 對 - 所以完全沒有表達出來 - 對 - 然後 - 然後 - 其實交通很方便 - 所以比如說 - 像我們大家不太喜歡去的北邊好了 - 北邊那邊 - 十幾分鐘 - 圈內都會到 - 對對對 - 三十分鐘圈內 - 然後如果你真的是去讀新南十幾分鐘 - 比如說去新宿搞不好十幾分鐘會到 - 我比較喜歡東京的西邊 - 就是比起東北方 - 就是比較喜歡西南 - 以前也是住西邊 - 然後我本來想要住一個叫文京區的地方 - 因為文京區就是它的整個地段都很好 - 就是有東大的地段 - 對 然後有非常多好的學校 - 所以你在轉賣的時候 - 它的價錢 - 因為學校不是跑完你懂嗎 - 但後來我還是買 - 我買的是新宿區 - 但還是就是很接近文京區的新宿區 - 然後這個地方 - 對 - 而且要重點是 - 有沒有時髦餐廳 - 跟有沒有好吃的麵包店 - 是你的 - 有人可以 - 理解我嗎 - 就可以嗎 - 我可以啊 - 我 - 我後來就發現說 - 我真的沒有辦法 - 你懂吧 - 對 - 我沒有辦法離開一個 - 就是去住一個很寧靜的地方 - 我會很害怕說 - 我是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吃 -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還蠻好的 - 就是你不能夠只看是什麼區 - 因為它一個區 - 譬如說四田谷就很大 - 它有一些就是很接近郊外的地方 - 其實很容易就是地下落落 - 但是如果你接近都心的地方的話 - 它其實價值就是會一直都在同樣的地方 - 而且還有要看哈大東話 - 對 - 就是 - 災害地圖 - 修士頓東西下大學對不對 - 誰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- 所以都已經要花錢了 - 要注意看一下災害的時候 - 你是不是會很容易受影響 - 因為冬天其實地勢很低 - 它有 - 它的冬天幾乎全部是 - 和攤衝擊而來的土地 - 大家有學過地理跟地球科學 - 所以很容易會有地層下落 - 跟煙水的問題 - 這其實就會完全反映在地價上 - 所以日本也是東邊地勢低的那邊 - 地價很便宜 - 所以它便宜一定有理由 - 大家要看一下 - 像其實中國人跟台灣來賣 - 因為大家覺得銀座很繁華嗎 - 所以很多人會去買在日本橋 - 銀座很容易淹水 - 而且是銀座沒房子 - 所以就是銀座這邊一點的 - 很多人會去想買 - 但其實那邊的地老實說 - 它原本地段就不好的 - 所以一般的 - 至少是土生土長的觀眾人 - 它不會想要去住那邊 -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是 - 豐宥斯跟台廠 - 澎州跟台廠 - 其實它就是填海來的 - 所以它才會有很多地可以來蓋新的大廈 - 但它表示說你的 - 它們叫桃娃蠻胸 - 就是Tower - 高樓大廈 - 都是四、五十層 - 然後你還要換電梯去 - 就如果你住在四十層 - 你可能還要坐三次電梯 - 都會有什麼游泳池啊 - 什麼交移廳啊 - 對對對 - 很多工的順序都很完廢 - 可是 - 會很害怕 - 對 - 因為之前三一的時候 - 豐州就已經地層下線啦 - 還有我自己是覺得說 - 既然要買 - 我後來就覺得我要買三手線內側 - 對 - 我就買三手線內側 - 覺得開心 - 內側是指在它那個圓裡的裡面 - 就是大家來日本玩 - 就是會搭這個綠色的圓線 - 不是指說在這個線上 - 預售物我跟你講 - 如果你是要正常買的話 - 超級累 - 如果不她說 - 她既然要跟你說 - 我們哪一天哪天開始商談 - 什麼時候開始遇到她 - 你不在那天遇到 - 你就不在那天遇到 - 我就有遇到一個很雷的見商 - 其實 - 你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- 都很有名 - 我那時候就覺得 - 糟糕